好 唐老師剛看到賀錦麗也嘴了這個川普 說川普種族歧視 因為確實川普有一些言論 真的是不符合政治正確 那兩個人現在都是火力十足 而且媒體曝光跟造勢的活動都非常的頻繁 對 我先前就講說 這場美國總統大選的這個熱戰才剛開始 那雙方除了在論述上 那麼在政策上 在募款上 在整個造勢的能量 能力上面在相比之外 還有比誰犯錯的少 而且是犯錯是看犯哪一種錯 如果是關鍵性的重大的政治錯誤的話 那勢必要付出代價 可是跟時間點也有關係 川普昨天說 批評賀錦麗說 他是簡單講就是假黑人 簡單講就是騙黑人選票 他說他一直是印度一 然後都是印度血統 怎麼忽然他前幾年才知道 他是黑人 忽然他就變黑人 然後他說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印度一 還是黑人 還是黑人 不過他好像忽然變了 大家應該去追這個事情 這個連共和黨都很難幫他辯護 這是明顯的失言 因為就不是這樣 因為他爸爸是亞買加來的黑人 他媽媽是印度第一代的到美國的移民 這個他從頭到尾他念那個Howard Howard是華府最有名的黑人為主的這個大學 然後這個他一直在當參議員的時候 也是這個這個黑人議員連線 從來都是黑人 事實上一般人知道他是印度裔的 還反而比較少 那印度裔當然在美國是被歸類是亞裔嘛 所以他又是黑人 這個又是亞裔 這個是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他很難辯護 那為什麼這個事情變重要 川普其實常常失言 但是失言有時候不重要 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 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因為川普到目前為止 他在拉丁一跟非人 非一的族群是大有轉獲 他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非一只有九趴投票給他 拉丁一只有三十七趴 這一次到目前民調裡面 他非一有十九趴 你不要看十九趴很少 九趴到十九趴 對啊 那拉丁一從上次是三十七趴 開出來投票給他 這一次他民調有四十一趴給他 那這個反應什麼東西 當然原因理由各種各樣都有啦 就是邊境 通膨 非法英文 對對對 這些都有啦 那當然就是說 所以那個時候 川普陣營裡面一開始就是 加大力要到在這兩個族群 或者是種族的族群裡面要增加 這就是為什麼之前 大家都一直認為 到後來他沒有選 他的副手人選 這個南卡的參議員 Tim Scott 那他是一個很資深 也是川普的好朋友 也是非一嘛 那其實這個互補信 或補強他傳統上 非一族群投票給共和黨 或投票給川普比較少 的這個加分的力道最多嘛 那他當然沒選 他選的這個JD Vance 天主教徒的白人 那也就算了 可是像昨天這樣的發言 而且是明顯的 沒有爭議的跟事實的相反的事情 就就給他對手撿到槍 那現在當然共和黨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辯護 說說講政策比較重要啦 這個講這個東西就不講了啦 不講就是表示說老闆明顯失言 你連變都圓都圓不回來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那那這個當然會不會掉 一定會掉票嘛 一定會掉票 因為這個事情 你以為講完就算了嗎 他撿到槍了以後 從現在開始到選舉前 每天都放廣告 就講這個事情 你看看到時候民主黨怎麼打廣告嗎 怎麼怎麼去放這個事情嗎 那是有商 好 那如果你贏很多 或者你穩定領先 那也無所謂 可是現在就不是啊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這些民調 就賀錡開始出來以後 就是說說川普這個拜登退選以後 這各家民調平均值 大概就是川普贏三趴到輸兩趴啦 那另外這個庫克政治報告裡面在談的 基本上就是說川普贏一點三趴 但是這是全國性的啦 我那天講說全國性的 其實也不見得準 可是怎麼說 都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這個剛剛畫面看到賀錦麗講的 現在基本上每天都有肇事行程 每天都兩邊都有 那個選戰會很熱鬧 那雙方任何在一個時點上的像這種 明顯錯誤的重大失言都會侵蝕到他的政治資本 所以我剛剛講回來比政策 比論述比募款能力比聲勢 那還有比誰犯的錯誤少 而且是那種重要很難回復 會一直被對手剪刀槍攻擊的那種錯誤 要越少越好 不過看起來這兩個人犯錯的機率都蠻高的 那川普的機率可能更高一點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很明顯 收睇